花林县议会议长张俊特别到南居考察 因为议员黄玲兰还有傅里乡的代表杜金摩 他反映说傅里乡地处偏远 各村的居民年长者居多 为了维护偏向民众安全 特别要申请监视设施 由傅里分住所管理相关设备 要确保社区邻里的安全 花林县议会议长张俊到南居考察 与傅里乡代表杜金摩 以及黄玲兰议员反映 傅里乡地处偏远 各村居民年长者居多 为了维护偏向民众的安全 申请了监视设施 由傅里分住所管理相关设备 确保社区邻里的安全 黄玲兰表示去年傅里乡民代表会 代表杜金摩还有孙代表 村长等有提出说 傅里缺少了监视器 很多地方都发生意外 但是找不到肇事者 造成地方居民的惶恐 黄玲兰就跟我们花莲县议会张俊委长 去达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共事 那么委长就来为我们 互相配置 需要的这些路口装设监视器 跟我们花莲县警察局 花莲县政府这边来做一个配合 去年增设的监视器都已经全部完成 张俊 黄玲兰以及地方人士都来到现场场刊 黄玲兰也相当感谢 复理分助所的配合协助管理 黄玲兰更是呼吁民众如果在地方建设方面 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透过代表来转达 目的是希望民众都能够有个安全的道路以及建设 记者高雙雙部一项采访报道